今天带来一波2023年最近上映的悬疑烧脑影片双生遗云 该片出于印度又是阿三哥的烧脑影片 不得不说他们的脑洞是真的大 结尾反转来的真是让人猝不及防 由于影片食堂比较久 我就不过多介绍了 马上就为观众老爷们奉上 这部最新上映的悬疑烧脑影片双生遗云 好话不多说开始 印度的悬疑片一大亮点就是前期铺垫做的非常足 这也可能是他们悬疑剧为什么这么成功的一处细节 这部影片也不例外 故事一开始两个熊孩子就在玩板球 隔壁刚好是警察局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表彰大会 各路媒体记者齐聚一堂 可谁也没想到悲剧会在这一刻上演 随着三声枪响 瞬间打破了这和谐的氛围 关键是在警察局发生枪击事件 未免也太打脸了 随后画面来到了本篇男主任 其名为约翰 他的故事说起来就有点悲催了 由于年少轻狂 整天喝大酒 最终导致离了魂 将妻子以及刚出生的孩子一同赶出了家门 不过现在知道后悔了 第一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 很想老了有个伴 第二那就是女儿现在有处备了 去参加好生饮 拿了个冠军 不过他知道 妻子一定不会原谅他 但他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将电话打了过去 这里有一说一 约翰的态度比以前诚可了许多 发誓以后绝对不会再碰酒了 并表示这么做 只是想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假 等到他谈婚论嫁的时候 心里好有点底气 这番苦口婆心的话 还真就打动了妻子 不过妻子倒是没有明确的表示 原不原谅约翰 就在此时 他接到了一通电话 表示警局有人被枪杀 原来这个约翰是当地派出所的所长 不过更巧合的在于 死者竟然与他长得一模一样 没错 死亡的这个人名为亚党 与约翰是双包台 这起恶性案件立即被重视起来 当然不重视也不行啊 这事件发生的事件 以及地点 属实太醒目了 所有媒体都在场 而且正是警局 开表彰大会的时候 就此上面立即委派了一名督察 亲自受理此案 其名为安娜 经过调查发现 这起案件有很多疑点 首先是 一共听到了三声枪响 也就是说 歹徒一共开了三枪 其次是 案发的时候 刚好有三名警员 同时都在场 那毋庸置疑了 这三个人嫌疑最大 而且更诡异的在于 这三个人都与死者亚党不太合 甚至发生过冲突 那既然这样的话 只能挨个调查了 首先接受盘问的是 这个叫阿诚的人 据他描述 这个亚党 仗着自己是警察 经常微非作歹 更可气的在于 他患有严重的恋童癖 竟然打起了 自家小女儿的主意 也就此 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本以为 阿诚的嫌疑最大 可马上就打脸了 经过现场勘察 在死者身上发现了指纹 正好是三人当中 一名叫阿南的人 随后又对他进行了问话 这个人与亚党的矛盾 发生在一次出勤的过程中 一对小情侣 以为租客发生了纠纷 原因是 女方怀疑租客偷拍他 可亚党赶到现场时 并没有认真处理这件事 为什么呢 一共有两点 第一 亚党当时喝多了 根本就听不进去 谁是谁匪 第二 那就是他借的酒劲 又开始建设起义了 果不其然 他先是找了个借口 将两名男子都支开了 然后把小女孩 带进了小木屋 对他进行了兴起 但这里奇怪的是 之后警方试图联系小女孩 想帮他解决问题 可对方却表示不追究责任了 这事儿便不了了事了 从阿南的口供来看 他虽然对亚党有意见 但达不到自他于死地的地步 也不能只因为一个指纹 就控告他 显然不太现实 就在都查一筹莫展的时候 小跟班提供了一条关键信息 那就是这个约翰与亚党也不合 别看两人是亲兄弟 但在某些事上有很大的分歧 之前约翰与妻子离婚以后 妻子就带着孩子隐居在了别的城市 令约翰没想到的是 亚党带着一名警务人员去找到了嫂子 请求他回来跟哥哥复婚 结果并没有成功 临走前 这个当叔叔的 看娘俩太可怜了 便给小侄女买了很多好吃的 从这来看 虽然亚党很好色 但他对家人还是很好的 这里就出现了另一个故事了 约翰之所以酗酒 是因为他工作的原因 因为工作不当被停了职 但他并不好意思跟妻子说 弟弟看他不善于沟通 才主动去找到了嫂子 可这举动却让哥哥误认为 他在打嫂子的主意 毕竟亚党以前经常见次起义 也就此两兄弟发了脸 此时画面来到了一位新的女主任 拱着其名为萨拉 她是死者亚当没过门的媳妇 为什么说是没过门呢 到这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故事了 约翰与亚当两人 从小在一个畸形的家庭长大 父亲经常酗酒家暴 不仅如此 萨拉父亲还好扯 竟然把小三带到了家里面来 将妻子以及年幼的哥俩 全撵出家门了 可当时由于父亲不想给抚养费 硬生生把哥俩封开了 把老二亚当带走了 这童年的遭遇 给亚当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阴影 导致他非常痛恨家暴男 也立志要当一名警察 倒不至于除暴安良成了阳善 至少能凭借着这身警服 随便抽家暴男的大对霸子 可算是等来几回了 一对魔女前来报警 自称是找到了家暴 都不敢回家了 本来自己案件轮不到亚当滚 可他非常痛恨家暴男 也就此他接了这个案子 结果一到萨拉甲 瞬间让自己想起了小时候的场景 亚当是气不打一处来 二话没说 就将这个家暴男教育了一顿 这件事过后 萨拉算是出名了 左连右手都知道他被家暴了 然而尴尬的是 由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只能定义为民事案件 并不能关押萨拉丈夫太长时间 亚当心里很清楚 丈夫回来会对萨拉做什么 见此他好心的将萨拉接回了自己家 这一来二去的 两人竟然产生了感情 怪不得没过门 也过不了门 那边根本就没离婚呢 不过通过萨拉的这件事 让这个经常朝三暮四的浪子回头了 自从与萨拉好上以后 亚当犹如变了一个人 开始过日子了 他唯一没有改变的 就是与哥哥约翰之间的矛盾 也就是萨拉怀疑 这个哥哥约翰也有作案的嫌疑 听完萨拉的话 赌察立即将约翰叫到了办公室 准备开始对他询问 约翰一看 这是哪门的赌察 简直就是没有组建的枪头草 行了 还不如自己调查呢 随后他来到了法医这 法医给出的结论是 死者一共中了三枪 前两枪并不致命 是第三枪击中心脏导致死亡的 让法医纳闷的是 死者伤口出现了左手的痕迹 这就说明 凶手是将枪口贴着死者的身体设计的 那么这就比较矛盾了 经过警局内部监控显示 当时到达现场的三人 都没有与死者有过近距离接触 那这亚党到底是谁杀害的呢 正在约翰一头雾水的时候 警局外部监控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正是影片开头玩板球的那两个熊孩子 然而真相也逐渐浮出水面 答案是亚党自杀身亡 随后约翰说出了自己的推理 第一 案发现场没有出现打斗的痕迹 而且枪声间隔时间非常短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他开枪自杀了 听完这个结论 局长也是哭笑不得 立马自问约翰 有谁会开三枪自杀 再说 亚当当时刚认识萨拉 正准备改些归正 步入幸福生活 这样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会自杀呢 面对这些质疑 约翰仍旧认为亚当是自杀 之所以这么肯定 是因为这两个孩子亲眼目睹了 案发的全过程 就这样 在这两个孩子的证词下 局长选择以自杀结案 可关于亚当自杀的动机 所有人都解释不同 直到警员打开死的亚当的手机 才让约翰恍然大悟 里面显示的内容 是约翰女儿的唱歌比赛 此刻还原了当时的案发现场 一脸幸福的亚当 偶然间看到了一则新闻 是获得歌唱比赛冠军的玛雅 看到他以后 亚当瞬间没了笑容 而且脸色猙獰 紧接着他就开枪自杀了 那么这个玛雅到底是谁呢 原来他就是亚当那天喝毒了 性侵的那个女孩 同时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那就是他竟然是哥哥的女儿 也就是说他亲手性侵了自己的子女 亚当这辈子唯一关心过的人 只有这个苦命的嫂子 以及他可爱的小子女 没想到长大之后 却被自己兴起了 最终他畏罪自嫂 然而更讽刺的在于 回到家的约翰 却接到了妻子的电话 表示经过深思熟虑后 决定与约翰复合 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假 令妻子没想到的是 约翰拒绝了这个提议 理由也很简单 他当然不想让女儿看到这张脸 最好这辈子都看不到 这次影片结束 所以说人在做 天在看 出来混迟到是要还的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 可以看看原片 我是马峰苏电影 不要点赞评论加关注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们 还可以长按点赞 特别推荐一下 感谢观众老面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众老面的支持